大家好 歡迎收看 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再次感謝收看我們的節目喔 今天9月呢 美國總統拜登前往越南拜訪 那緊接著在12月12號 習近平也同樣到越南來拜訪 這也是自2017年之後 習近平第三次到越南參訪 當然越南這個規格也弄得非常高 也發射了這個21響的這個禮炮 來迎接他 那當然大家就很好奇 這個為什麼這個先後美中 這個元首都到越南來拜訪 越南也同時這個接待了 這個很重要的這美中兩國的這些元首 究竟美國跟中國的越南 各自想要獲取什麼樣的一些利益 為什麼越南有能力周旋在這兩個國家之中 這過去有人一直說 這個我們是不是要學習一下 越南有機會 或者是某些國家可以在這過程當中 好像不選邊 然後兩邊都可以漁翁得利 真的嗎 這中間有這麼簡單嗎 我想我們今天可以還要談談一下 在美中越之間的 三方的關係的一些運作跟角力 那今天很開心我們再次邀請到 台大政治系的名譽教授 明居正老師來幫我們解析 明老師你好 主持人宏林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是老師我們剛剛提到 今年在整個9月初 這個拜登也在G20的峰會之後 也到這個越南來參訪 我參與也有一個特別的原因 雖然他是繼這個歐巴馬 然後川普之後到這個越南參訪 但今年其實趁巧是 越戰結束50週年了 所以我想今年去越南 就一個美國總統來講 一定有他特別的一些意涵在 但我想顯然不是這麼簡單 這過程當中我們特別看到 這越共總書記 阮富仲特別還說了 這個兩邊的這些關係 從原來的這個全面夥伴關係 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過去明老師也大概有針對某些 這些類似的部分做一下說明 所以你可以想像 規格提升了這怎麼回事呢 不是後來又接待了這個習近平嗎 習近平還對外說我們跟越南啊 這不只是叫做同志啊 還要加兄弟啊 所以這個到底大家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是不是請教老師 那美國的動機又是什麼 好 那這個事情其實在9月份呢 當時你剛不是提到說 這個拜登去越南訪問嗎 當時拜登去越南訪問完之後不久吧 我忘了之前說應該是之後 那反正我後來也公開談過這件事情 那現在看來就是我們當時的這個觀察是對的 我們當時的觀察之一就是 我們等一下再講的部分 但我想我們當時預測之一就是 中共呢要開始對越南要下籌碼了 然後中共會有這個高層官員呢 回到越南去拜訪 所以一個月 不 三個月 9月先12月嘛 三個月之後 然後習近平去了 所以美國去拜訪越南呢 是美國總統去 中共去拜訪越南 是這個國家主席去 然後兼這個黨的這個總司機去 所以雙方最高規格到了越南 所以你剛問的問題就是 越南何德何能 怎麼會有這個機會 同時三個月之內 接待這個世界兩大國家的元首 然後怎麼樣 所以其實這個 你在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把背景都說完了 也就是這件事情呢 我們既不能看在這個 美月關係當中去觀察 也不能擺在中越關係去觀察 它必須擺在國際格局的 變動下去觀察 那這個國際格局的變動呢 就是我們長期來講的 美中現在開始對抗了 當美中開始對抗的時候呢 我們講說中間有些熱點地區 熱點地區就是雙方都想爭奪 那你從右邊去介入的時候 我就從左邊介入 所以這個地方呢 會這個空前難受 但空前安全 那這個熱點 但有些熱點呢 是被雙方爭取的對象 也就是其他跟雙邊呢 都沒有那麼大的那個敵意 但是雙邊都認為拉到我這邊呢 好處比較大 所以雙方會動手去拉它 那這是另外一種熱點 所以美中對抗這個大幕 這個大幕一拉開之後呢 大概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在國際政治上共同動作就是 第一呢我會爭取我的盟友 第二我會挖你的牆角 那如果這件事情呢 可以同時進行 也就是它是你的盟友 然後我也把它挖過來 然後同時進行 那是最好了 所以這個大概對兩邊來考慮說呢 對美中兩邊來考慮來說呢 越南呢多少都有這個味道 所以它就有這麼一個機緣 那你剛剛講了說 它美國不是把它改成什麼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嗎 對了它坦白說 它不是一個那麼實質的東西 它是一個象徵性的東西 但是要這樣講 它雖然是象徵性的東西 但有呢還是有意義的 那譬如說 如果美國跟越南談完了 然後沒有說我們是 我們是什麼戰略夥伴關係 更沒有升級 那你的感覺呢 不怎麼樣嘛 不怎麼樣嘛 對 但是如果見了面了 談得很好 我們又升級了 你覺得那剛好一點 拜登回去也說 你看我針對這個 越南關係有進展 對嘛對嘛 所以換句話說呢 有些事情呢就是 雖然看起來是一種形式上的東西 你還得做一做 因為做起來就象徵了 兩邊關係是有改善 好那這個就這麼一件事 不過我們也注意到 越南這麼多年來呢 它的外交呢一直奉行 他們叫阻止外交 也就有彈性的 我不跟大國結盟啦 我也不捲進什麼區域的衝突 也不幹什麼 那現在我們幹什麼 要全力發展經濟 而這個設想是不錯的了 所以我們注意到 越南這麼多年來呢 它只跟四個國家呢 有千種全面戰略 協助夥伴關係 一個就是中共 一個是俄羅斯 一個是印度 一個是韓國 所以有些是這個比較地緣的 那有的是比較經濟的考量的 那有的是國際政治的考量 那中共跟俄羅斯呢 大概是過去因為是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他們有這種這個背景在 那你說這一次 為什麼越南會把這個 算是一份禮物吧 雖然不是特大禮物 把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這個地位 然後給了美國 讓美國跟越南的關係 升到中共跟越南關係 跟俄羅斯跟越南關係一樣呢 那假如說它真的是有幾個考量 這部分我們等會再說 那你剛剛問的問題是這個 美國的動機是什麼 應該這樣說吧 越南呢它因為這個在中共旁邊 然後長期跟中共呢 有異敵異友的關係 過去也打過仗 但是呢它即便現在 表面是恢復關係了 它對中國呢 應該說是還是比較借寸恐懼的 也就是總是怕說 真的過多得罪中共 所以美國過去 這拼命跟越南遭遭呢 越南都很謹慎 都沒有敢積極回應 那麼這次會積極回應呢 有它的考量 那我們先回到你的問題就是 那美國的動機是什麼 如果說我們剛才把 美、越關係的改善呢 放在美中對抗下來看的話呢 那麼我們大概應該是這樣看的 美國的考量呢應該就是 如果我要跟中共對抗 或者我跟中共現在開始 戶別苗頭的時候呢 大概我要想辦法削弱它 所以第一個就是我如果能夠 比較從根本上 削弱中共的國力的話 那這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所以對美國人 各位仔細看呢 美國這幾年做的事情 說什麼軍事圍堵什麼不說了 美國很重點就是 削弱中共的經濟實力 那要削弱中共的經濟實力 它就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呢把生產鏈慢慢從大陸移出來 尤其是高階的這些高科技的部分 特別是這半導體的部分 那麼把生產鏈從大陸移出來之後呢 第一呢大陸的生產實力就削弱了 第二呢大陸是一個外貿出口大國 那是進出口的大國 它如果把這個生產能力削弱的話呢 那麼大陸的經濟實力 整體就削弱了 第三呢把這個生產鏈移出來之後呢 美國對大陸經濟依賴呢 也會減少 所以這個光是經貿方面考慮呢 就這幾項是第一個 第二就談到國安 國家安全方面的考量 國安的考量是這樣 那如果我們說 美國這幾年呢 正在打造 對中共的包圍圈 我們不講什麼美日美韓 然後什麼澳英美之類等等 如果要打造包圍圈的話 那越南顯然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對不對 那更何況越南跟中國過去打過仗 好那所以跟越南 美國跟越南大幅改善關係呢 很重要的就是強化這個圍堵圈 哪怕越南這個圍堵呢 還不一定實在 但是我改善關係我開始逐步強化呢 那總是一個開頭 這是第一個 第二我們可以注意到 美國在這幾年呢 跟越南之間呢 在國防合作上呢 的確是有所進展 美國原來對越南 因為有這個武器出口限制嘛 過去不是打仗嗎 不是越戰嗎 打了十幾年嘛 然後打到這個民雄財進 所以一直雙方一直這個反正 非常敵意非常高 所以美國對越南一直有一個 武器出口的軍運 那現在你看到已經開始放寬了 當然現在放的幅度還很有限 但是放寬的本身呢 就非常有意義的 那這是第二塊 第三塊就是你如果看一下地圖呢 越南的位置呢 剛好在南海的這西邊 東邊呢就是這個菲律賓 南邊是這個印尼 所以這三塊等於 把在南海包在裡面 那美國跟菲律賓的關係 現在大幅改善 那如果美國真的要跟中共去 在南海上一邊苗頭的話呢 那這個印尼也不可少 越南也不可少 更何況美國會在越南呢 這個經營過金藍灣很長的時間 所以這邊是菲律賓這邊 蘇比克灣 越南這邊金藍灣 美國如果重新拿回這兩個基地的話 那對南海的這個掌控力呢 就強很多 所以這個是另外考量 那反過來說就是 因為中共在南海現在 不是大力這個化礁圍倒嗎 然後甚至把南海開始內海化嗎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呢 跟越南有相當多的衝突 那麼對美國來說呢 他們每月之間呢就平行利益 順便補充一點就是 剛剛不是講說這個貿易戰嗎 就美中大貿易戰嗎 他把這個供應鏈慢慢從越南 從這個大陸這邊拉出來之後呢 他擺到一些地方去 那現在這個我們注意到 然後很多國際媒體也注意到了 像英國的經濟學人在前陣子就講了說 這個美中大貿易戰 越南是一個很大的受益者 因為很多這些產業呢 美國拉出來的時候呢 大家很自然就選擇到越南 第一呢地點比較近 然後第二就是他有相當這個 相當程度的勞工 然後第三呢他也希望發展經濟 也不希望跟你對抗 所以他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所以我們看到就越南進入了 美國有岸外包的這個名單裡面來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我就記得那時候 當時其實美國很多的朋友在講 我們台灣很多人也觀察到 就是如果美國把這生產鏈慢慢拉出來 或是用政策的壓力呢 使這公司離開的話呢 那周邊國家會受益的 那越南很明顯的就受益者之一 所以對越南來說 我跟美國改善關係 第一是減少了一個強大的敵人 第二呢這個得到這個人的幫助 第三呢我經濟可以改善 所以他是一個多方面的事情 當然對越南來說就是 他還必須平衡地緣上 他跟中共的這個關係 第二就是傳統他跟中共呢 還是有一定的情意在那裡 雖然雙方是打過仗的 所以越南現在做的事情就是 怎麼樣在玩這個阻止外交 或者在玩這個平衡外交當中呢 能夠玩的謹慎一點 能夠玩到這個準確一點呢 對他國家利益來說呢 應該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也是喔 因為如果看歷史來講 中共跟越南 越共 真的過去有一些歷史情仇 剛剛提到了 這名為共產兄弟 其實我覺得這大概是 我們看到這些國家的一些本質 你說中俄真的是友誼 無上限不封頂嗎 我們看起來大家好像也友誼我詐 那根本不用談過去 中共跟越共的部分 之間的一些關聯喔 不過老師剛剛也提到說 其實越南一直也在處理這件事情 尤其特別跟歐美跟美國 來做這些外交上的升級 很小心喔 這次為什麼這麼勇敢 除了老師剛剛提到 聽起來好像他獲得一些 經濟上的利益 但就這麼簡單嗎 那當然不是啦 我們剛剛講的其實還包含戰略的部分 這個 你剛剛講的說 這個中共領導人現在訪問越南 然後三個月前美國領導人訪問越南 我還在想上我說 越南跟這兩個國家都打過仗 也是 對 越南跟美國呢 打了這差不多十來年的戰爭 前面當然打比較少 六五年之後開始升高 然後打到七三年 打了八年打了很久 然後打了美國焦頭爛額 越南跟中共在1979年 也打過邊界戰爭 那你說那跟兩邊打過仗 先跟兩邊修好 那應該這個沒有什麼差別 還是有點差別 因為從越南角度會評估就是 好 我跟美國打過仗 那美國現在對我還是不是威脅 也就是美國當初為什麼跟我打仗 美國當初跟我打仗 原因是因為他要支持南越 那現在這個我北越把南越統一了 然後統一起來了 雖然我們是共產國家 但是我現在也想專心做生意 然後我跟美國之間沒有那麼大的戰略矛盾 所以換句話說 美越雖然打過長達十年以上的戰爭 雖然戰爭大達是七八年的時間 打過這麼長的戰爭 但是戰爭的原因基本已經消失 對不對 雖然打過仗 但戰爭原因已經消失了 好 中共跟越南也打過仗 打的時間很短 大概一個月左右 但是那原因是並沒有消失的 簡單說邊界的衝突還在 那永遠會在 那除非就是雙方都變成了這個民主國家 那邊界可以好好來談 那就另當別論 但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邊界衝突隨時會再生 所以從越南角度來看 即便兩邊我都打過仗 但是呢一邊的敵意幾乎完全消失 一邊的敵意呢是隱然還會存在的 所以我的評估呢 我越南對這兩面評估會是不一樣 那我就要把這評估擺到腦袋裡面決定 那我今後對他們要怎麼樣 是不是這樣 好 從這邊開始 所以越南動機就是我們前面講 它因為跟中共呢有這個愛恨情仇的關係 雖然是戰爭現在是結束了 但是戰爭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換句話說 越南始終會擔心中共哪天會打他 這是必須考量的 那麼會打他 我就提防他 那他會打我的話 我就跟他真的永遠敵對嗎 還是我小心謹慎的應付他 對不對 這越南的心情 所以對於越南而言呢就是 那如果美國現在跟我遞出橄欖枝了 然後我就要平衡 我是跟中共維持這種關係呢 還是我接觸這橄欖枝呢 然後對於平衡那邊關係有幫助 換句話說 從越南來看 我拉住中共對付美國 拉住美國對付中共 可能是一個好的選擇 好 那這樣就有趣了 所以這叫抓住時機 那剛才我們也提到說 越南他打了幾十年的仗 他自己講說打勝世界第三強國 嚴格說也不完全是吹牛 他在那邊把美軍打成這樣子 然後跟中共打了 也沒有看到說輸太多的話 所以你說他陸軍能打 那當然也是相當肯定的 那不管怎麼說 他現在打了幾十年仗 然後這個國內民窮財進 現在是戰後開始安定 開始恢復經濟的時候 所以對一個國家要恢復經濟的話 如果跟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改善關係的話那好處是非常大的 第一就是如果改善關係了 那然後我這邊經濟開始起飛了 你的資金會不會過來 很有可能 因為華爾街會看到 它是一個新興市場 它是有機會市場 所以華爾街的人會有興趣過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呢 我有相當不錯的這個勞動力市場 我的這個年輕人開始增加 然後我的機械發展經濟 如果政府政策對頭 然後不亂搞的話 它會是一個很好的投資地點 所以呢那錢會過來 然後公司就會過來 對不對 公司過來的技術就會過來 好那這邊我變成一個 越南很大的一個生產基地 然後越南跟美國改善關係之後呢 越南的產品出口要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那如果美國願意開放市場准入給越南的話 那就是很好的一個貿易的一個夥伴 那麼也就是越南跟美國改善關係之後 可以得到資金得到技術得到公司 然後甚至得到市場准入 所以這個是一個極大的誘因 這是第一塊 從這個美國的角度來看就是 因為美國跟中共競爭呢 半導體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競爭的一個領域 現在我們看到美國相當有意識的 在把一部分的半導體生產呢移到越南去 當然一部分移回墨西哥去 然後一部分又來到台灣跟來到其他地方 簡單說就是要不要從大陸拉出來 從大陸拉出來呢 那很多是台商啊 你看那些在大陸生產那些IC的大工廠都是台商 所以第二場來說呢 那最簡單的就是移到越南去 因為這是第一個旁邊 第二呢語言接近 然後風俗啊文化啊飲食各方面都相對比較接近 所以移到那邊是一個選擇 那我也認對一些台商朋友 他們就這樣考慮的 加上美國的政策也支持這件事情 所以越南就變成了美國在半導體生產上面 一個全球分散風險的一個選擇地 好那加上這些東西的話 對越南來說呢 就是一個極大的推動的一個力量 好那再來我們剛剛講南海的問題 越南跟中共對南海這些島礁呢 一直有很大的衝突 那我們現在不論是非對錯 就是光是爭奪南海這一塊 美國跟越南之間呢 對抗中共呢是有平行利益的 那越南的力量是不足以單獨對抗中共 更何況越南是沒有像樣的海軍 所以這塊必須靠美國的支持 那如果跟美國改戰關係 借美國力量在平衡中共的南海擴張的話 對越南來說那也是極大的好處 好那再一個就是 越南的武器呢需要更新 那你說過去買俄國武器或買蘇聯武器 現在也都過時了 然後在俄乌戰爭當中有得證明 這些武器好像不是太管用 還是買美國武器比較好 更何況美國現在不是我的敵人了 所以雙方的國防的合作呢 又是另外一個考量 所以越南必須在很謹慎的應對 它跟中共關係之間呢 去加大它跟美國的這個合作 所以我覺得越南的考量呢 會是比較更立體更全面的 去看它是不是能想到這麼多了啦 那簡單說去 它至少得想到這麼多 這的確如果照老師所說的 這樣的一個樣態 越南的確也一直努力的 在這過程當中找到一個平衡 目前看起來至少從結果論來講 這個美中這個元首爭相過去拜訪 看來他還是有一些機緣 所以我們看起來 中共也做了不少事情 我們看到除了剛剛提到了 習近平在12月12日去訪問以外 其實從今年的4月 外交部長王毅就致電了 這個越南外長這個北京山 但告訴他們說這個你們要知道 這個這些歐美國家在推動這個印太 相關戰略的部分 你們這是一個惡意的挑釁啊 你們應該來防治跟防堵啊 所以他希望喊話 希望越南的部分應該不要隨便落入 這個歐美的圈道那種味道 那另外一個部分在今年9月5號 這個在拜登拜訪這個越南之前 這個中共也派中聯部長劉建超 那也特別到河內會見越南的高層 同樣大概也是針對這些內容 先做鋪整 所以中共做這一些動作就是 應該是不是就是為了要防止 這個美月的升級 但中共到底在想什麼呢 應該就你剛剛說那句話吧 就防止美月關係升級吧 因為對中共看起來就是 如果說越南真的徹底倒向美國的話 那我就後院失火了 對不對 他就在我底下 然後跟華打過仗的 他就後院失火了 所以國際有人觀察說 這次習近平去越南訪問的 他就是故莊 外交故莊 這我想這個觀察是對的 因為我們過去節目上也談過多次啊 我們說美國這幾年改變 他的對華戰略之後呢 他開始重新打造對中共的包圍圈 強化了美日 強化了美韓 然後再開始改善這個 美日韓的三邊關係 然後又打造澳英美同盟 又強化了美飛 又強化了四方對這四方這個會談框架 然後又強化了五眼 然後又強化了美臺關係 所以從世界各國的戰略眼光來看 美國都在經營跟打造 甚至強化一個他對中共的包圍圈 這個包圍圈 你從地圖上看了 那就缺越南這一塊嘛 要往南就缺印尼這一塊 那印尼這塊他用澳洲補上來了 那越南這塊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美國來越南去挖牆角呢 對美國來說呢是必須要做事情 對中共來說就是那你美國來越南挖的話 那我就是後援失火 所以我必須故莊 所以你前面講說不管是劉建超吧 是吧 劉建超的這個中聯部長的訪問 或者說王毅的喊話呢 其實都是一樣的意思嘛 就是你們不要倒向美國那邊去 但是王毅這樣喊話 越南的想法地方很奇怪啊 他們說啊這個美國在搞什麼東西 然後不要掉了他的圈套 那王毅呢這個越南會想說 那你中共不在搞嗎 那你也有一個圈套嘛 對不對 那現在問題是我願的是 跳進中共圈套比較好 那還會跳進美國圈套比較好 還是我真的能夠兩個圈套都不跳 大概不行 因為現在兩個都來套我 那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 我兩邊都玩我來平衡兩邊 但是我認為雖然平衡它絕對不是等距 因為他會計算就是 我靠近哪一邊我得到利益比較大 然後靠近哪一邊得到利益比較小 我會平衡這種人來決定說 我可能靠哪邊要多一點點 所以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你可以看到 你如果看一下 習近平訪問時間並不長 大概兩天吧 兩天的國事訪問 他就把越南的頭頭全見完了 第一越共總書記 剛剛你說阮副仲來親自接機啦 然後等等 第二國家主席呢 這個吳文賞他也見了 第三呢總理范明正他也見了 第四呢國會主席汪廷慧他也見了 所以越南的四巨頭呢他都看了 那麼以習近平地位來說 他當然應該見到這些人 但反過來說 當這些人都來見的時候呢 也代表了就是 越南有多麼重視這件事情 那麼越南在平衡兩邊的時候 他必須算輕重比例 好了那我們又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好這次習近平訪問完之後呢 他說啊越南中越之間關係呢 升級為命運共同體 就是你剛剛前面說的 對 這話聽起來當然就非常感人了 這個 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非常讓人感動 可是你注意看到 國際外交呢不是這種感人的話呢 就能夠取代實質的 國際上以外很實質的東西 你必須去觀察 中共的官媒對於這個命運共同體的話呢 當然就大肆宣揚 說現在北京很成功的拉攏越南 然後響亮了打了美國的一劑耳光 什麼等等 所以美國這個拜登的訪問 是徒勞無功的 那我們的習大大訪問 才真的有效的 真的是這樣的嗎 我看不見得 因為你仔細看一下 相關一些文件啊 你的結論可能不一樣 我們看什麼呢 我們不能只看中共官方的報導 因為中共官方報導是非常選擇性 是偏頗的 我們看越防怎麼報導 第一呢 這個我們剛剛講說 他們叫做命運共同體對不對 美國跟越南講的是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一個是命運共同體 一個是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這個命運共同體比較感人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比較實在 比較實質 是啊 比較理心一點 對 換句話說一個比較冷酷的 冷靜的在估計國際的現世 一個是用情感去綁住它 那你說哪個可靠都不一定 都不一定 這都到時候真的是 越南跟美國跟中共的決定 但是還有一個差別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澳英美同盟嗎 澳英美同盟是什麼 是一個防守同盟 是一個軍事同盟 那那個是更高一層的 那麼也就是說 現在我們要看 越南跟中共的命運共同體 跟越南跟美國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哪一個可能會更接近同盟 哪一個可能更接近同盟 是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將來我們評估的這個指標 但是呢 好這第一點 越南的官媒 越南通訊社 越通社 它沒有翻譯命運共同體 它沒有用這詞 它說共同的未來 請各位注意啊 這是官方通訊社發的 中共興致勃勃講說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越南官方通訊社說 我們有共同的未來 美國跟蘇聯 美國跟誰都可以說 我們有共同的未來 那這個話是比較淡的 換句話說 越南官方通訊社 把它的味道淡化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 越南最大的網路媒體呢 叫做VN Express 就是越南快遞 它根本沒有提命運共同體這詞 它說 中越雙方簽了36份協議 然後中越關係走上新台階 創造新的里程碑 根本沒有提命運共同體 中共性質勃勃宣傳的東西 在這邊呢 你沒看到了 另外一個越南媒體 叫做VN Miss News 就是越南新聞 它有提到命運共同體 那很簡單帶過去 它還去解釋一下命運共同體 它說 命運共同體符合聯合國憲章 跟國際法 雙片期於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原則 我們簽了這東西 或表達這東西 你聽起來像什麼 其實只是 我覺得那個只是表象的敷衍一樣 因為剛剛提到一體的部分 跟我只是跟你共同獨立的兩個人 有一個方向 那實質是可以改的 我聽到 我覺得什麼呢 撇清關係 撇清 這是兩件事 你跟你談對我是我 對 是命運共同體 但是命運共同體 也符合聯合國憲章 符合國際法 符合什麼 我是因為符合這東西 我才跟你簽的 撇清關係 其實我沒有跟你那麼近了 其實我沒跟你那麼近了 我也不想跟你那麼近了 但是你要簽嗎 那我就簽了 那為什麼簽呢 因為我又怕美國擔心 所以我解釋一下 其實我跟他沒那麼近 是因為符合這個這個這個 我才跟他簽說 你不要介意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它不一定是官方的立場 但是至少這麼大媒體出來講 它就告訴你 有一些越南人呢 是這樣看的 我要告訴你說 其實我沒那麼近 換句話說我認為這次中越關係呢 大概這樣講 中方比較熱 越方比較冷 大家可以這樣講吧 是不是 所以看起來中共用力在拉 但是越南非常謹慎的 把那個線畫出來說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近 我們看起來很近 但是還是有一個差別的 請你注意這差別 他在說之前的事情 是啊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 要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周旋 我覺得也要一點本事喔 沒有處理好 可能會被其中一隻大象踩死喔 那但越南目前為止 看起來還是這個美中近鄉 在做競爭 不過我們中共剛剛提到 老師提到就是說 現在中共一直號稱 命運共同體 顯然這個越南還是稍微在踩煞車喔 還是小心的在做應對 所以大家當然就會很關注說 那接下來這個美中越到底會怎麼樣的發展呢 我覺得美國想傳遞訊息就是 第一我想把那個生產鏈從大陸拉出來 然後一部分把它擺到越南去 那麼這符合了我削弱中共 跟圍堵中共跟孤立中共的一個長城目標 那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叫拉攏 盡可能拉攏的人 而越南是一個重要的夥伴 這美方給了一個訊息 應該蠻明確的 那中共的考量就是第一呢 我們看見美國的動機了 然後看見美國的作為了 所以我必須反制 那麼你說 他把這生產鏈拉出來 然後拉到那邊去 那沒關係 我跟越南加強強化我們的經貿關係 好 所以這第一個 所以不是現在36個東西嗎 很多是經濟合作的東西 所以換句話說 中國也想 那你美國用經濟利益拉攏越南 我也可以用經濟利益拉攏越南 所以中共也出手這第一經濟利益 第二呢他中共這樣作為的時候呢 其實也是破壞美國的包圍圈 因為我把越南拉過來一點點呢 越南只要不那麼靠近美國的話 那包圍圈這一塊呢就會削弱 那這個我就至少我不用全心全意去擔心它 就不像我會擔心日本呢 擔心這個南韓呢 或擔心印度等等這麼擔心 我對越南擔心可以少一點點 但是呢還是要擔心 這就是第二個考量 第三個考量就是 中共始終會想說 我們雖然打過仗 我們畢竟都是這個共產主義國家 你現在還是共產黨 我也是共產黨 雖然你有複數選舉 我現在只有單數選舉 但咱們還是共產國家 還是共產兄弟 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中共想傳達這個訊息 但越南想傳達什麼訊息呢 就是我是可以獨立的 我是有獨立自主性的 我可以選擇導向美國 可以選擇導向中共 但我可正可以選擇兩邊來搖擺 你說大家說 那這樣台灣為什麼不能搖擺 台灣不能搖擺 第一台灣台灣太小 第二就是台灣對各方面 那個依賴太深了 深到就是它沒辦法搖擺 所以我常常講說 台灣大概最多是這樣子 經貿上對大陸會相當依賴 但在國家安全上面 它必須靠美國 甚至靠美日安保 但對越南來說 它就沒有那麼大擔心 所以相對來說 越南擺盪於美中之間的幅度 可以大得多 但台灣只能非常非常小 那麼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判斷是對的話 那越南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很小心的遊走在美中當中 然後我希望能左右逢源得到最大的利益 那這個意思就是 越南即便跟美國走到這一步 跟中共走到這一步 大概都不會變成同謀 越南既不會跟中共同謀 然後也不會跟美國同謀 甚至就是中美打起仗的時候 越南要考慮就是 到時候我再看看 我當時再決定我到底怎麼辦 但它基調應該是什麼呢 基調應該是中立 它跟別的國家不一樣 它有比較大的中立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美中越的關係呢 當然多少會影響到台灣 所以我們必須要注意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看起來就是 越南有比較大的擺盪的空間 然後美中越南 美中會更加大力度爭取越南 但越南它可以到時候再來做最後的決定 它不需要那麼快做決定 是 老師你講完之後讓我想起 好像是最近一個政黨的口號 是要親美友中 那它找到一個平衡的一些好方式 當然這個就是他們努力去跑的部分 不過我這邊大概也可以提供幾個數字 讓大家知道 可能台灣的朋友 或者是我們海外的朋友不太清楚 其實在台灣最多的外國人 其實是越南人 那為什麼呢 因為包含我們的這些外籍移工 基本上有20多萬人 20出頭萬人事實上在台灣 所以台灣的這些越籍的朋友非常多 台灣的經濟的一些建設 包含這些社會福利的這些 刊物的這些移工 我覺得都要非常感謝越南 那另外一個不只這個 其實越南外配的部分 大概是我們講的排名第二 僅次於所謂的中國大陸啦 港澳這些部分 所以我們在台灣所謂的越南籍的 這些所謂的我們新台灣住民的部分 包含產出物 就是包含有這所謂的 新台灣資質的部分來講 事實上台灣跟越南的關係 是非常緊密的 而且我最意外的是 因為整個邊境解封 越南其實也很盛行旅行 加上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很多移工來到台灣 不管他們喜歡再回來 不管其他的原因或者來探親 你們知道嗎 在這個今年喔 這個我們的前十個月喔 越南人來台灣已經有33萬人欸 所以越南很高 所以說越南喔 他們越南的Google 他們算出他們越南人的旅遊搜尋排榜 臭屁一個台灣排名第一喔 還贏過泰國 接下來是歐洲 你可以想像其實我們台灣 其實我們是沒有談到另外一個 就是美中 然後那個越或者加台喔 這個雖然我們看起來越南 當然說它對於台灣 不會發展正式的官方的關係 當然有它的一些背景啦 但我想這個也許就是未來很有趣的 也可以再來理解的 了解的部分喔 不過我覺得老師今天把 這個美國 越南 中國之間這些角力 我覺得這些地緣 真的是台灣要學習的部分啊 這中間的確有許多也是 我們必須所關注 那今天很謝謝明老師 帶來這麼清楚清晰的一些面向 我想也可以作為我們重要的一些參考 今天再次感謝明老師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我們這一集節目 同樣歡迎大家幫我們轉傳 按讚 訂閱 分享給更多的好朋友 記得要打開追蹤喔 因為才能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喔 再次感謝老師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